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陆迪特种队队长迈克尔去找梅拉 迈克尔在街上解救被困的光头和其他队员成功会合 四人开始拯救之旅 队员看到正在车内睡觉的丧尸 动作十分干净处理掉 死去之后的丧尸倒在方向盘上 不间断的铭记声引来了大批的丧尸 梅拉为了能够找学 基本的生活用品来到一家超市 却发现丧尸老板娘正在睡觉 她加快动作准备拿完东西赶快离开 还没来得及脱身 老板娘却突然醒来 却被梅拉开枪打死 枪声毕竟引来灾难 梅拉碰到了此刻只剩下一人战斗的迈克尔 队友们都被丧尸吃掉 两个人慌忙逃到避难所 和其他幸存的人会合 大家对于迈克尔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但是迈克尔却没有任何对他们有好感的样子 面对大家打算在避难所苟且偷生的意思 和大家都不愿意冒险和自己逃出去的决心 迈克尔表示很无奈只好顺从他们的意思 和梅拉在外面交谈不成功 迈克尔决定强制的向梅拉拉走 却被梅拉的男友及时感到直指下来 避难所的领头人物老头 却对迈克尔十分看不上眼 因为他和大家的意见相反 最后迈克尔被绑到了一个路灯上自生自灭 身体不协调 无法对抗大批涌来的丧尸 迈克尔被逼无奈爬到了路灯的最顶端 才逃过一劫 另一边男友发现梅拉怀孕的证据 改变想法要带梅拉离开这里 拿着圈开门去路灯上 找迈克尔上来计划 却忘记关闭避难所的大门 救下迈克尔后 连人也遭到了丧尸的围攻 却被赶来的巨型机器人出手相救 机器人是总裁派遣过来 辅助迈克尔拯救梅拉 听从迈克尔所有命令 避难所也不再安全 有了丧尸闯入 到头不得不开枪打死被感染的同志 所有人最后一直同意离开 机器人战斗力十分凶猛 横扫迎面而来的丧尸 给大家省下来了选择力气 但是机器人的子弹很快就被用尽了 迈克尔不得不抛弃一个子弹用尽的机器人 带着大家离开 在一个工厂里 给剩下的机器人重新配置 并且装子弹 大门突然被抛弃的机器人 打来后面还跟着丧尸 这个机器人却对迈克尔发起攻击 好像在报复对他的抛弃 最后被吊死在工厂空中 老头为了保住自己的小命 竟然拒绝了女孩丽莎的求助 成功逃出去后发现老头不在车上 丽莎却说谎告诉迈克尔 老头已经死了 老头也被丧失一点点分尸 城市燃烧已经开始 大家必须找到有水的地方 最后迈克尔命令所有的机器人 掩护大家离开 丽莎在保护梅拉的时候也牺牲 最后逃出去的只有迈克尔 梅拉和男友 还有唯一幸存的机器人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